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昨天是好久不見 再一次的在下午2點半的時段 跟大家做見面 再做一個解盤的一個動作 那昨天所以呢 我有跟各位分享 上禮拜我有跟其他時段的投資朋友 已經分享了這檔標的 那因為昨天剛好是2點半時段的第一天 隔了好幾個月之後 我們再回到2點半時段跟各位見面 所以我想見面就先送一個 分享一個見面禮 對不對 這次昨天跟各位分享 我們說我們好多好久的日子沒有見到了 所以呢昨天我們就跟各位分享見面禮 那很多人說那見面禮要做什麼呢 各位既然是要分享見面禮 你希望得到什麼樣的東西 當然是能夠賺錢的東西最直接嘛 對不對你不是真的想要拿禮物嘛 拿禮物幾百塊還是幾千塊值錢嘛 沒什麼對不對 你希望的是能不能夠給我賺錢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既然有本事讓你賺錢 當然我就可以跟你分享賺錢的東西 讓你去賺錢對不對 這上禮拜其實我們就已經跟其他時段投資朋友 分享過了這檔標的 這種標的 我說做股票你記得 你不管怎麼樣 你想要賺到錢 你最起碼最起碼最起碼的記得一件事情 第一個 你所挑的標的 他當然或許耳後有什麼題材會發酵 或許他的財報是有利多的即將未來會發酵出來的 但是往往有一個問題出在哪裡 當你發現一檔股票的一個利多已經出來的時候 或者是財報的利多出來的時候 或者是他有什麼樣的題材利多出來的時候 你回去看一下 人家股價已經上來了 股價上來了 量出來了 你才得到那個訊息 訊息才會公開 大家都知道 所以到底要怎麼做 我可以不要總是那麼的落後 對不對 我如果不是不要那麼落後的話 我如果可以在利多或題材出來之前 我就先買到 那我一定願意買多一點 對不對 我一定願意買多一點 而且我就集中做這一檔就好了 這是人人都想的嘛 可是問題是你要做得到啊 所以我講了嘛 第二點很重要 你在哪裡買嘛 就是我們回到剛剛的問題嘛 我如果能夠在未來上去之前 放量供給啟動之前 我先買 我可以 我願意買多一點 我絕對願意 而且我會把資金集中起來 先做這一檔再說 先賺這一檔賺完再換下一檔賺 對不對 對 所以 測標寫得很清楚 不管你怎麼做 請你務必尋找 低量區進場 那什麼是低量區 有看我節目都知道 我所定義的低量區 並不是那個 股價的量縮了 就是低量了 趕快買 不是啊 那個低量區它必須要符合了 幾個原則啦 那節目中有些東西我們真的是不 不變公開 我們實際在我們在觀察的幾個細節 真的不能公開 但至少我可以把大方向跟各位分享 那個低量區 那個低量區它必須要符合的是一個量能壓縮到極致的末端 第一個量能壓縮的末端 準備啟動前的那個位置 那第二個就說量能在壓縮過程中價格或許它也在修正嘛 在整理在修正真的是拉回 那在這個過程中 籌碼的集中度卻是逆向的拉高了 我股價在修習量能在萎縮 可是我的籌碼集中度是提高的 那請問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是它還有一段漲勢要即將要啟動嘛 那這個量能的低量區就是我們所要買的位置區嘛 那它還有一段要上去代表什麼 代表耳後上去之後自然就會有利多出來了嘛 那你就能夠買在利多出來之前 題材好消息出來之前 你先買到 那既然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我不能買多一點 我當然要買多一點 為什麼我要買一堆股票 我當然不要買一堆股票 我就先集中操作這一檔 賺到這一檔錢之後 我再去做下一檔嘛 對不對 所以才會有我告訴你的做法嘛 我的標的 我給你的標的 請你集中起來操作 你就做這一檔就好 然後呢買多一點 所以所謂的單股 所謂的重壓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那所謂的重壓到底要壓多少叫重壓 沒有一定的數字啦 沒有一定的數字啦 就是說你或許你過往的經驗 你自己買股票的經驗 你可能一檔股票 你頂多買個50萬 對你來說就很多了 對不對 買個100萬很多了 可能這一次不一樣 我給你的標的 如果願意的話 你過去可能買50萬的 你這一次可能看看能買到80萬100萬 就是說你自己覺得 我這一次買已經符合我內心 我感受是已經買多了 重壓了 那就可以了 我是希望各位去改變 沒有要求各位 你一定要做到多少的數字 做到多少的量才叫做重壓 沒有 那個不對 那種觀念是不對的 正確的觀念是 你的心態上 你的邏輯上面 你使用的資金的效率上面 是不是有改變了 如果都改變了 那就符合我講的嘛 你的做法改變 當你的做法已經改變的時候 你結局就會改變 可是你要改變的那個做法 前提是什麼 你的做法是什麼 低量區重壓嘛 你要能夠挑到低量區的股票嘛 對不對 所以昨天初次見面 應該不是初次啦 只是說隔了好久 好久之後 我們又回到20萬跟各位見面之後 那當然我就先準備一個見面禮 剛好時間 剛好來得及啦 所以我都跟各位報告 如果你有看到我的時段 那昨天你可以撥電話來 這個標的你等它出量就上去囉 那所以要在這裡買嘛 那這什麼位置呢 量能壓縮到末端的低量區 那股價也跟隨著慢慢的修正 修正壓縮嘛 只是問題是在量能壓縮過程中 這段期間內 籌碼集中度是拉高的 那請問各位 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 而且我可以買多一點 我就先做這一檔就好 對 就是這樣做 好 那來到今天呢 同一檔股票啊 來到今天呢 已經上去了 量出來了 對不對 同一檔標的啊 對不對 叫你買來這裡 你看到今天 這樣多少 這樣你就十幾二十萬以上了 看你買多少啦 看你買多少 這就是我講的 為什麼我可以事前預告 而且我昨天還跟你跟你說 我先送你一個見面禮 對不對 如果買了沒辦法賺錢的東西 怎麼可以叫見面禮 那個就丟臉了 那個就 就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在這邊 跟各位解盤了啦 所以我說 我會給你的東西 你就好好珍惜 真的去做 真的去賺錢 從上禮拜我節目就預告 其他十段 其他十段都看到了嘛 那你們有買的 我都恭喜各位 今天上來啦 那我今天還不公開 剛上來不要急得公開 越來越長越多 有了機會 我們再來跟各位分享 那我也講了 但這種標的就是 其實機會一直都有嘛 對不對 只是你要不要把握而已 每一次都是這樣啦 其實我跟你講 每一次都是這樣 最後最後啊 投資朋友會發現啊 能夠賺錢的人啊 並不是因為他資金比較多 因為從我們身邊的 帶著這麼多的客戶 還有我陸陸續續 我真的有通到電話的 這些的我的客戶 投資朋友的人 我的感覺就是很簡單啦 真的願意去改變的人 他就是會賺錢 有一些人你怎麼跟他講 他就是沒辦法改變 他沒辦法跨出那一步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會一直朝負面去思考 他會跟你說 可是如果萬點了 那會不會突然跌下去啊 那明天 那中美貿易這個東西 其實他會不會突然 又有利空出來 又造成指數下去怎麼辦 那他會跟你說 那會不會是 選舉 那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 他沒辦法想像的東西 甚至還有人跟你說 還有 那英國還脫歐的事情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各式各樣的 你會發現 他總有一個原因 會告訴你 他可能 沒辦法改變 他想要做 可是又跨不出那一步 所以我常常在講 所以我做節目 我就直接跟你講明了 決定權在你自己 我講再多 你一直要去朝負面的去思考 去看未來 我跟你講 結局是不會改變的 想要賺錢的人啊 他會去想 我如果 我跨度這一步 我現在開始 我就專注在老師節目中所講的 低量區的標的 我沒有再去追高了 我再也不會去追那個 大量的股票了 我買的股票位置 是很安全的低量區了 那我現在開始 集中的操作 我不會再買一堆股票在手上 那股票一上去 一檔一檔這樣上去 我就真的可以賺到獲利了 正面思考很重要各位 你要想要賺錢之前 你至少要先告訴你自己 能不能正面思考 很多人現在完全沒辦法正面思考 為什麼 過去是賠錢的 所以你要他現在正面思考 要有信心 他很難 所以我才講 因為我不是心理醫師 我只能跟你說 我們操作股票的正確 會賺錢的做法是什麼 那如果你看完之後 你想要這樣做 可是你內心伸出的那個 負面心情緒又來的時候 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鼓勵各位 你先朝正面去想 如果我這樣做了 我現在都已經變成低量區買了 我買籌碼集中度提高的 會上去的標的的時候 我會開始賺錢了 而且我會集中資金來操作了 我再也不會買一堆股票在手上了 你要正面去思考 會開始賺錢了 然後就跨出這一步去做就對了 你先做再說了 吳媽媽有一些家裡因素 有急迫性 那因為有急迫 其實我講真的 我覺得吳媽媽她也是 真的是因為有急迫性 所以她才乾脆好 那我就這樣子做吧 否則她過去什麼時候這樣做過 否則你覺得人家真的有 真的有集中資金去做一檔過嗎 她手上套牢了持股好幾檔你知道嗎 她過去從來沒有在做一檔的 沒有在鎖定一檔操作的 更不要講說我重壓買多一點 不可能啦 但是她因為這一次有急迫性 所以呢 OK啊 就改變做法吧 對不對 可是改變做法之後呢 就20張啊 她能買多也不能買多 200萬資金能買多少張 就頂坐20張嘛 對不對 200萬上下就20張買完啦 那這個位置是什麼位置 你看到事後 你現在看到畫面是你上去的嘛 所以你跟我說 對可以這樣做 可是各位 我要你了解的是 你來之後 你所做的標的 跟這些都一樣 都是在什麼 低量區 壓縮末端的低量區 的這種位置 而這種位置 它絕對是壓縮之後的位置 絕對不是大漲啟動之後的 某一個位置叫你去追 絕對不是 好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你第一個先掌握注意 先確定一件事情嘛 你沒有在追股票啦 對不對 你過去都常常會追那個大漲的 追那個有好消息的股票 你現在這樣做之後 你不會再這樣做了 好 第二個 如果你買了標的 在這段期間內 量能萎縮 壓縮 然後呢 籌碼集中度確定提高的 什麼叫籌碼集中度 其實你可以從幾個面向去看 籌碼集中度 第一個 譬如說 或許我這樣講 這段期間它可能沒有漲 它可能沒有漲 可是沒有漲的過程中 誰賣的啊各位 誰賣的很重要 誰賣的很重要 如果在這段期間裡面 賣的 賣的 都不是真正的 我們所謂的實戶 那 會反映在哪裡 反映在全台的各個券商分點 那我今天花點時間跟你講解一下 你注意聽 怎麼叫籌碼集中度 當你反映在全台灣的各個券商的各個分點 如果說針對這檔股票 那一段時間裡面 各個分點 賣金頂的人 賣金頂的那些分點 好多好多 那代表什麼 都是小丹在賣嘛 對不對 都是小丹在賣嘛 反而是實戶的量 實戶的籌碼增加了 那是不是集中起來了 我賣的都是小丹嘛 對不對 可是我買的是實戶嘛 實戶嘛 所以在壓縮價格跌的過程中 其實它無形之間 就是你們一般所講的 在洗盤 把那個幅額小丹全部洗掉了 然後實戶藉由這段期間 在慢慢增加籌碼 慢慢增加籌碼過程中 各個分點賣的量 賣的賣的數量 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所以籌碼是在這段期間裡面 不斷的集中起來 量卻萎縮了 所以一旦再出量 就正式啟動嘛 所以你要抓這種位置嘛 所以這種標的在這種位置 而且籌碼是集中度提高的標的 我告訴各位 你買這種標的 你一定賺錢 而且往往通常 時常會抓到盤面的強勢股質 在你手上 那這樣你就賺不到錢 不可能吧 那你還需要去抓一堆股票在手上嗎 抱一堆股票在手上嗎 真的沒有必要嘛 所以當你的操作是有邏輯的 你的標的是很肯定的 你就沒有什麼好畏懼的 你就操作吧 你就操作吧 你就跨出這一步 你就操作就對了 那接下來你就準備勝利了 勝利贏家就是你了 所以你不要再去 因為它是一個有依據的操作 你不要再去朝負面思考 因為負面思考會把你害慘的 正向思考 樂觀 向前看 要有自信 要有信心 然後呢 他只買20張 這裡到這裡 差63萬 這裡到這裡 75萬 這裡到這裡 89萬 這裡到這裡 104萬 只買20張喔 104萬 所以啊 到這裡 111萬 所以再問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這段修正期間 量能壓縮過程中 如果籌碼沒有集中起來的話 散戶沒有賣掉的話 它有可能走這一段嗎 不可能吧 就算要上去 也是有利無利的啦 所以 怎麼做股票 有方法的嘛 所以做股票是有方法的 不是亂做的 不是碰碰運氣的 不是你自己畫畫線 畫支撐畫壓力 看看均線 什麼指標 就要大賺錢了 不可以這樣做啦 那 既然可以這樣抓到 那我是不是可以預判 什麼股票可能要上去了 對嘛 那既然可以預判 所以我就 我就不時的在節目中 預判給你看嘛 對不對 不時的告訴你嘛 包含像昨天的賤命你 賤命你這檔標題 其實在上禮拜 我已經在其他時段 已經跟各位分享了 我說它會上去 你信不信嘛 那結果就上來了 你剛剛買在這裡 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什麼 這是這裡嘛 就是這裡 你看 量出來了 上去了 賺錢好像 看你做股票好像很簡單 我跟你講 不是簡不簡單問題 是你有沒有抓到那個訣竅 你到底 你真的會做股票嗎 就這麼簡單一件事情 那所以 如果投資朋友覺得 做股票有點辛苦 抓不到方法啦 投資朋友 尤其很多長輩朋友 做股票做一二十年 如果都覺得 好像怎麼做都在浪費時間 在虛度光陰都沒賺到錢 那我鼓勵你 你改變一次做法 你用這個方式去做 會成功的 真的會成功的 只要你願意改變做法 那 改變怎麼呢 就像我講的 如果你願意 針對我給你的標的 你就集中起來 集中那一檔操作 然後呢 可以買多一點啦 真的給你 比你過往的操作經驗來說 買多一點的話 如果你願意這樣做 集中起來 先做一檔就好 一次一檔就好 我帶你獲利下車之後 你再去等下一檔 那一切就變得很簡單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你每一次呢 都稍微買 比你過去買的再多一點 對你來說是一個重壓的感覺 就可以了 你只要這樣改變 那就開始了 那賺錢就開始囉 你只要願意開始這樣改變 那就開始賺錢了 低量去重壓 那如果說 想要改變做法 想要跟著我們操作的 那最新標的不要錯過 因為這個標的 我給你預告了兩三天之後 今天已經上來了 那所以接下來請你來 最新標的 通知你的時候 你記得鎖定這一最新標的 然後來買多一點 那下一次節目公開 又是你的標的了 那你就賺錢了 好不好 有興趣的趕快撥電話 我們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飛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元 各行各业 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 在跳动 经过比较 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 已经在看得到了 前所衍生出来的 十一柱形 欢迎我来节目现场 那今天的节目 行情最后呢 又是大涨了87点 来到11644点 又创新高 有行情 你要赶快赚钱 行情走给你看了 你就赶快赚钱 可是问题是 既然有一个 既然能够上万点的行情 能够创29年新高的行情 那代表什么 代表 一定有某种产业 或某些产业 有搭上了这一波景气的 多头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了 既然有些产业 有搭上了这一波景气的多头 那我们就把这些 搭上这一波景气多头产业 里面有价值的 有潜力的标的 一个一个找出来 那你挑选了标的方向就不会错 否则很多人会发 最近有接到电话 有重复了好几个投资票 讲重复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跟我说老师 你看这个万点行情有问题 我说哪里有问题 是什么问题 他说不是万点以上有问题 不是万点的关系 而是很多股票根本没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反而一个成熟的市场 这样子会比较对 比较正确 你知道吗 如果上万点了 所以什么股票都要跟得上来 我跟你讲 那是有问题 那才有问题 所以很多人现在遭遇了什么问题 遭遇的就是你们会认为说 那为什么上万点了 上二十九年新高 为什么我买的股票都不涨 对啊 因为我刚才你讲的嘛 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的话 它的万点行业 它的多头市况 应该要是反映的是 某些受惠产业 会跟随它一起上去 那有些没有跟上这一波景气 多头产业的 它可能就会原地踏步 或者是不太动 这样东西是吗 所以选股的方向很重要 搭上这波产业多头的 你要把它挑选 里面有潜力股把它找出来 那这种潜力股呢 它就能够怎么样 吸引到实户的筹码的一个吸纳 那实户去做一个筹码吸纳的过程中 就会造成那的标的 在某一段期间的筹码集中度的拉高 对不对 好啦一拉高之后 股价一出量一上去 市场又丢力多 因为这个凋地怎么样 它这5G概念 它这什么概念 都有搭上这一波的景气多头 这个逻辑懂了吗 所以当你们看到最后的消息的时候 已经几乎是最后一两步了 最后一步了 所以要在最后一步之前 准备启动前逮到它 那逮到它怎么逮 那些食物会去吸纳筹码的那些筹码集中度提高的 而且分点一直在卖的 卖小单一直在卖的那些散户不要的 基本上就会有强攻的机会 所以上半段 我跟你报告 我们给客户这个金顶 对不对 为什么这里可以做 为什么 结果真的上去了 20张就好 就赚多少 20张就可以差了111万 111万 就一档而已哦 那金顶获利下车之后 再做下一档怎么做 那下一档要怎么做 一样嘛 再用同样的逻辑去找寻 同样的类型的标的嘛 所以呢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正确的做法 它会不断的累积固定 很稳定的累积获利 累积获利累积获利 它不会说 我今天我金顶带你赚到了 大赚了 然后下一档 下两档 下三档都赔 赔 然后呢之前赚了 陆陆续又吐回去了 不会 一个真的有效的做法 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 OK 好 所以 每一档都一样嘛 预态 只有改变做法 结局才会改变 对不对 后来涨上来了 涨上来了 每个人都跟你讲 阿育泰他搭上TWS的概念 然后后来又再丢利多说 他有拿到华为的TWS的订单 那个都是最后股价上来了 消息才会出来嘛 可是消息出来之前呢 股价上去之前呢 股价上去之前在这里 压缩 价格修正 价格修正 量能压缩 然后呢 筹码集中度就提高的 筹码集中度提高 分点在卖 卖小单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未来就上去了嘛 一出量就攻击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一样创高 再上去 一样20张 20张怎么样 差了79万 20张差怎么少 差了88万 你用同样的方式去做股票 你就发现 你每一次都没有去追股票哦 你每一次都没有去追股票哦 都是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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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 这样压缩一样的招整末端去做的哦 你没有去追股票哦 你不是在大量去追股票 不是哦 光这一点就已经改变你过去的所有的操作的坏习惯了嘛 对不对 光这一点就告诉你 哎 你要准备赚钱哦 你如果这样送股票你会赚钱哦 然后如果这些标的 又是筹码集中度拉高的标的 请问你 你说你赚钱几率多高 所以正面思考 做人要正面思考 你不能一直朝负向思考 如果怎么样那就完了 如果这样那怎么办 如果明天怎么样 那真的什么都不用做了 你知道吗 你要去想 那如果我这样做了 开始会赚钱的 那我这样做 我怎么开始帮自己去规划的 然后帮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我一个月 我三个月后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要去想正面的东西 好不好 你一定会成功 不要负面的思考 会很伤害自己 来 如果要改变做法投资票 你欢迎来跟我们合作 我来帮各位 我给你的标的 请你集中火力去操作 最新的一档就好 做一档就好 然后你可以买多一点 你可以买多一点 然后我们开始赚钱 有兴趣的 赶快跟我们联系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